MIRD 药廠出新的抗病毒药 对于医治新冠肺炎效果相当不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看一看 这药好就好了 但不要在于贵 新药都不会平得到哪里 一个療程的价钱未必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 尤其是一些比较穷的国家 大家都看得见 疫苗就知道 有钱的国家 华华邦那些落后的国家 说就容易 实际做就好像无能为力 所以其实也有些研究 不断在做 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方法 简单快捷安全的方法的药能够去医治新冠肺炎 这个trial 研究就叫做together 很多国家在做的 做的方法就会将一些 现在已经有的药 可能是医治病的药 就拿来看看有没有对新冠肺炎 有没有抑制作用 有没有医治作用 如果有 他就不断 即是有机会有的话 他就会招收多些人 让研究就更加可信一些 看看真的做不做结果出来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他就停了去 他之前试过做六规零 是有时刻学圆 发觉做做下 有没有效果就停了 又试过 Ivermatin 就是大家 常在那里咬 是那种医治生虫的药 他又试过做过 又发觉没有什么效果 又停了 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一种药 真的有效果 非常之好 今次这种药是一种抗抑屈药 就是血清素 我估计很多人都在吃 这种药就叫做 Fulfosamine Fulfosamine 主要是医抑症 紧张 或者强迫症 这种药 血清素 主要就是 因为这种情绪病 腦里面就会有些化学物质 血清素有些不足够 吃这种 Fulfosamine 就会令到这种血清素 就在老神经里面的量多了 从而去医治病 你会说 无端端如何用抗抑屈药 来医新冠肺炎 主要就是因为 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有些人就发觉 咦 为什么这种人 这种抑屈症的人 在吃Fulfosamine 的时候 好像这种人 感染新冠之后的病情 好像是轻一点的 没有吃那种人好像是严重 有些初步的证据 所以他就开始做这个研究 好 那我们就看看 研究实际是如何做的 这个研究 主要是招募一些 开始发病初期的 即是说他开始有病症 一个星期之内 邀请他参加 这种人 全部都有一些高风险因素 会变成严重的COVID 例如肥胖 糖尿 高 那些全部都有一个以上的高危因素 这些人年龄的中位数 大概50岁 女性占60% 男性占40% 我们将其分成两组 有741人吃腐肤 食的疗程 基本上是做一粒买一粒 食十日 另外一组 食安慰剂 有756人食安慰剂 我们看看结果 在28天之内 需要留院的人有多少 我们发觉 食了腐肤上面那群人 有79人 都需要留院 病症 比较重要 但在帕斯布 食安慰剂 那一组 有119人 这个研究做到这个阶段 其实就不用继续做下去 因为发觉效果非常明显 有多有效呢 食了这个腐肤上面 就留院治疗的风险下降了32% 其实我们统计上 都可以将这个风险降低了32% 就计成一个指数 叫做Number 这个不是Low字 这个是Number Number needed to treat 就叫做有20个人 那什么叫Number needed to treat 就是简单说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防止一个人 因为新冠而入院的话 我们就需要医20个人 就有一个可以防止到他入院了 就等于医20个人 一个就真正得到帮助了 那你说好像不是很高的 我告诉大家 譬如说很多时候 人们有心脏病 吃假时不灵 吃假时不灵 即是薄血丸 防止血管再失去 那些Number needed to treat 就退到67% 就是67个人吃假时不灵 才能够预防到一个人 再患上心脏病 用这个护科食用E-COVID 它的Number needed to treat 只要医20个人就救到一个 这样就非常之好 那你说它究竟有多便宜呢 因为它一个疗程10天计算 大概港元就32元左右 那它如果你看回 它的Number needed to treat 就是说这20个人 就可以防止一个入院 入院分分钟 就是不幸运的话 会死人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这20个分分钟 就可以救得回一条命 那就是600多元港元 就救到一条命了 那就是非常之划 而且这些药主要就是说 它都在20多年了 哇 有多少人吃过 大家就不会像新疫苗那样 就会担心 这些疫苗有引起什么 我一定不打的了 那这些药吃了这么多年了 那大家都没什么 不过就要开来 本身医医骨症 现在转了来医生官 那大家很容易接受 那在这种药呢 如果效果这么好 那其实呢 在一些落后的国家 是相当大的喜讯来的 很多人呢 就会因为这种药呢 得救 那原理是什么呢 那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 那原理是什么 不过呢 就有少少一些生物化学的证据 就说这些血清素呢 它呢 就有少少呢 就会抑压到细胞因子风暴 就新冠形成严重呢 主要就是引起一些 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 令到那个免疫系统 自己打自己 相对自己 有些人呢 就估计他说 有少少呢 就抗这个血小板的作用 那大家都知道 新冠引起那些 我们叫做多系统的 发炎综合症呢 那个机制呢 就令到我们的血管发炎 那些血管发炎呢 就会激化那些血小板凝固在一起 就塞着那些血管 引起那些中风啊 就是引起一些血块啊 那些问题 那它有些抗这个血小板的作用呢 就有机会 就算重症也好 引起这些发炎反应也好 那形成那些中风啊 就是心脏病啊 血块形成的机会率 都减低了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怎样都好 无论你是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就好猫了 那这药呢 相当有效 绝对呢 是对这个全球的疫情 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好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